福建省军区组织直属队实战化拉动演练 近日 福建省军区组织直属队官兵奔赴某陌生地域 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快速集结 速营点验 长途奔袭 防卫防空作战等课目演练 锤炼官兵走 打 吃 住 藏能力 在筹划演练期间 有人建议 就近动员集结部分分队 情灵少量装备 简化战术背景 组织现场观摩 演练不是演戏 省军区办公室党委认为 直属队担负警卫勤务 通信保障 信息传输等应急应战任务 必须坚持打仗标准 时兵时装训 针刀针枪链 为此 一场为期三天的全过程 呈建制拉动演练拉开大幕 凌晨四点 导调组下达命令 要求个直属分队在不熟悉路线的情况下 分批次从三个地域出发 途中 导调组下达命令 展开快速通过染毒地带 防敌袭扰 防卫星侦察等客幕演练 一路硝烟不断 敌情不断 记者在演练现场看到 车队刚行进不到十公里 导调组就传来前方桥梁被毁通报 敌机低空突防 敌特分子试图闯入我方阵地 虽然官兵成功隐蔽伪装 组织火力进行反击并前出搜索 合力展开围攻 但现场还是暴露出应对不力 衔接不紧 体力不支 战斗精神不强等问题 整个入眠不久 又是一阵警报声 山洪爆发 迅速进行抗洪抢险 通过不危局 涉险局 此次演练让官兵看清存在的问题 三昼夜不间断演练结束后 省军区办公室机关 及时进行复盘总结 查找问题和短板 确定新的训练思路 通过此次拉动演练 我们清理出七个 不符合实战要求的训法战法